哈喽,我是尤玛 今天呢,是很久很久很久沒有在YouTube上面跟大家見面之後呢 第一次我在拿起商機拍片 這段時間我中間的確是有生病 就是魷魚症 一段時間都沒有給大家發消息 很多人很多你們都很擔心我真是非常的抱歉 你現在講的有點混亂的話 那就麻煩大家原諒我 那我們就開始吧 最近幾年的話 我父母他們就離婚了 這個其實應該是一個開心的事情 像我們這一代 我不知道你的朋友或是你會不會跟我一樣 我們的父母他們結婚通常都很急 然後沒有經過像我們磨合啊 或是怎樣 直接就結婚 對 也沒有直接 但很快 我父母是直接相親的 對啊相親然後就結婚了 我的潛意識裡面呢一直都相信 只要我賺錢賺夠多的話 他們就會和好了 還有能力嗎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錢 你一直從小到大 那麼那麼多年的動蜜的夢想 現在就算我買了別 所以他們兩個也不會住在一起 因為我真的很遲鈍 家裡除了我一個 然後另外三個人他們都 他們 就只有你在意就對了 對 這就感覺好像被遺棄了 不是嗎 就可能每個人都往前走 哎不要講我要哭了 哎我真的哭你講這個關鍵字 不用講那麼 QQ 承接上體動力 你跟我為什麼要努力的這個原因 變得模糊之後呢 我反而會迷失 就會變成說 好那反而我現在就先把自己蓬蓬再算 剛開始接業配廣告之類 挑戰也是更新的太快了 我自己覺得 什麼意思 舉例來講 病發前的那幾個影片 首先是我挑戰30天自己去做運動 太難了這個 我有10天沒吃東西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題材 做完以後直接身心隔間 我覺得他們會罵我 他們會說想點閱率想瘋了是不是 第一碼吧 好像一直工作量都是超過的 那你要講一下你的工作模式嗎 像是時間管理啊 work life balance 那些你都可能沒有做得很好 不是可能是真的沒有做得很好 對啊我就是超恐怖的 你可以想像嗎 他以前是完全沒有下班的概念 就是他會覺得有時間的時候 就要拿來工作 拿來做什麼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他那時候就會很誇張 當他想要偷懶不工作的時候呢 他就會連續幾天都不工作 為什麼不能停呢 因為他會覺得現在停了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才能再停下來 才能再偷懶 會覺得我做不好就更應該 錄一點 更該死一點 很典型的會怪自己的 那你病的時候會有怎樣的狀況 遇到什麼很難的事情 這裡會痛 然後會呼吸不到 頭會痛 無法開心嘛 直接變另外一個人格 完全不想要我生活變好 完全不想要做任何正向的事情 只要他有一點點正向的意味 比如說喝水洗臉 我都不想要去做 然後我皮膚炎 那你那個時候會意識到 自己是不正常的嗎 abnormal 我不喜歡這字 我覺得這個在人類的正常範圍內 該說你會意識不到 自己是跟平常不一樣嗎 其實我已經太久沒好了 你知道嗎 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這是用年來計算 所以我不記得我好的時候是怎麼樣 我記得那時候 你的自責真的很變態 你是快要變態到那種人格分離 心裡會模擬另外一個人格出來 然後就會一直罵那個做錯事的字 然後一直罵一直罵 然後罵到那個犯錯的自己 快要想要去死 那個已經是很後期了 是嗎 我覺得是應該是有生病的成分加進去 突然這樣說 不要抹黑我 就是 我不知道 沒有那是很好奇啦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啊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記得了 我為什麼會說變態 因為那時候我問他 為什麼你要這樣想 你就要這樣罵自己 才會自己比較舒服嗎 他說是的 因為我這樣罵自己的話 那就代表沒有其他人可以罵我 你不要再笑著再講 我也會怕 就是我潛意識還是怕的 就是大家對於一些 公眾的角色 一些人物 憂鬱症 我的做法就是我會去看書 我就很想要快點自己解決 然後再給大家好消息 可能有些書 他寫 只是你不夠努力 沒有目標 所以最後還是歸應於自己 那時候剛開始病 還有很重的前期 我就想 每個禮拜 我這個禮拜就會好了 所以我這個禮拜 還是不用跟大家說我不好 反正我下個禮拜就會好 可是下個禮拜也是也很想要好 這我寬敷了滿多次 我也難過了 是不是還是要大個錢 消失了一段時間這樣 好啦我絕對也沒有人怪你的 做任何其他事情不放棄人生的話 只會惡化這個狀況 所以我就變成一個 米蟲 一個 廢柴 對啊 買食物都要我買給他 然後呢 就到了下個階段 就是我姐邀請我去玩 動物生肉會 我三月中的時候 想過要不要不要再生存下去 可是那時候我姐勸我的理由 是說 如果你以前是覺得想要賺錢給父母啊 什麼什麼 然後很多都是為別人想的話 那你要不要再活一次 然後是為自己活 後來玩動物生的時候 我好像懂了 如果大家沒有玩過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 你可以在自己的島上 買自己喜歡的衣服 自己喜歡的家具 然後建一個你自己喜歡的空間 然後跟你喜歡的小動物一起玩 我的小器人抱架可愛 然後我的小鴨子 他想要當偶像 我後來有三天 突然間很想 見一個很好看的沙灘 然後我就見了一個 有他的沙灘精 跟我的沙灘精的沙灘 就真的是身體去做完這件事情 見完以後 我才冷靜下來 天啊我到底為什麼突然間開始見 到底這沙灘是為誰而見的 我見了一個很混亂 可是我很喜歡的沙灘 在整個過程中 一直問自己喜歡的什麼 自己想要怎樣的生活 自己想要怎樣的回憶 這個遊戲就讓我 學會了怎麼下班 後來又會有幾天一直在打遊戲 就是很不能量 然後又有幾天想要變好 這個過程 就很繁複吧 很辛苦 他永遠在玩的時候都會想著 自己不能玩 他就是一邊玩 我不能玩 反正全世界啊 可是他還是要玩 我的身體需要玩 我現在還是會看書 可是我現在看的書是 看一些會讓我心靈變健康的書 我就中槍很多啊 十八把篇章中槍的有 我現在十個六 十四 比如說完美主義 不是淚死自己 就是淚死 八年 就是我一直在幻想 這段時間 我應該 觀眾流失的差不多了吧 我真的會這樣想 可是我發現不是耶 我沒有車球過 會有多小人在關注 然後沒想到IG的post 比以前都多 這樣子說 就是看到的人數量 比以前都多 我就很感動 爆炸感動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我會努力做一個 健康的孩子 那如果喜歡這影片呢 記得按讚分享 還有留言給我 我自己辭說真的看不完 可是他只是會幫我看 他一定會看得完 因為我逼他看完 好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